对蔡英文最近老是被批评说她是假客家妹 她急着要澄清 不过在这个公开场合当中呢 立委参选人张学顺强话 她要替这个蔡英文来披无波熊 但意外扯出蔡英文的父亲蔡杰生 让蔡英文当场变脸 右擒他民阵握手 民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到万华青山宫参拜 上百名热情支持者夹到欢迎 蔡英文和随护几乎被人群推着走进庙里 蔡英文手持清香 向主持公平正义的清香王媳福 我们的族群可以相处 而且相互的照顾相互的扶持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包容 我们的相互的了解 这样台湾将会进行 强调包容族群 面对国民党执意她是假客家妹 蔡英文在每个公开场合 强力反击 那么我倒是觉得这几位传统上被认为 或者自己主张是客家到老的 在客家这个观点上 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狭隘 而且是非常排他性的这种看法 让人感到是蛮失望的 吴伯雄应该叫一声蔡杰森先生 阿爸啦 没事阿修啦 所以对于客家这个部分 吴伯雄先生的发言 我想是非常窄化而覆面的 好 谢谢 谢谢 不要把我爸又扯进去了啦 立委参选人张学顺强化帮枪 但扯到蔡杰森 让蔡英文当场变脸 客家身份传承自父亲 但向来不喜欢外界窥探隐私 党内同志想帮忙回呛蓝军 却不小心踩到蔡英文的红线 参选人台北综合报道